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百年孤独这种名著它是八十年代初才到中国 那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 就是所谓的党的世界三中全会 波乱反正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原来是阶级斗争 所以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的主流都是苏俄的那些革命先人主义 动不动要解放你 对吧 它是那种东西 到了这个一下就变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感觉非常的深 因为它确实是八十年代初的事 而且是盗版 你注意那时候没有什么版权意识 觉得能给你出了 能够传播你的著作了 你还要钱 你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我现在我到处想找霍乱时期的爱情 爱在瘟疫蔓延时 有这个电影 但是中意本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都老找不着 然后后来我们这编辑就跟我找了一个资料 就说当年马尔克斯应邀访问中国的时候 当场给了中国人一难看 因为他发现到处都是白年孤独的这种 咱们那个时候没有版权意识 都是这个盗版 听说当时钱中书就在他身边 他当着钱中书的面跟说 你们都是一帮盗版贩子 说是钱中书听了之后当场沉默不语 很尴尬 说当时听说他就说 发誓就说150年我也不给中国的版权 结果到后来听说有一个什么新经典 这么一个图书出版公司的这么一个人 说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出版百年孤独才成立的 所以最后总算把它给磕动了 才拿到了授权 你记得当年你初次接触百年孤独时候受的那种冲击吗 这个刘凡那个时候很早写了一篇文章 说在大概80年代初 就他还没有得到诺贝尔 他82年得诺贝尔奖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有两个作家会对中国很大的影响 一个就是盖西亚马尔克斯 另外一个是米兰昆德拉 都被他说中了 都被他说中了 为什么说 《明报》采访我 我是说所有诺贝尔得奖者里面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盖西亚马尔克斯 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中国作家都受卡夫卡的影响 就是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写小说 但是中国人的兴趣 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根基 又是写乡村 写民族国家政治文革 但是中国当时觉得 现代的这个东西是写城市的 写人的变态心理的 农村土地的主题 要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处理 凯西亚马尔克斯给中国作家的一个最大的启发 就是说原来土地这个题目 可以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写 这就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寻根文学 直接影响了莫言 韩绍公 张承志 陈宗石 这一代作家到今天还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现代主义的技巧跟土地文化 就是民族国家的东西的相结合 就是当时给人的冲击 我听他们作家说 就是说小说还能这样写 就像人家看了《枪枪三个星》节目 说节目还能这样做 开玩笑 但是他刚才为什么讲是一个秘密 不仅是讲盗版 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莫言有好几次提名 开始他们也就说他受盖西亚马克斯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单单他只是受这个影响 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不到满意的 后来他们看了他后来的生死疲劳之类的作品 就是强调他还是有中国的聊斋 如临外食 中国西游记 这么一个神话传统的影响 所以今天很多人也看到 包括我们不用太完全强调 我觉得朱大可讲的有点过分了 就是说话语导师 因为中国这些血液自然而然在里面 即使中国作家用凯西亚马克斯的方法 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写透明的红萝卜 写红高粱 写出来也还是不同的东西 他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叫新型城市化 对不对 叫做城里的人要看得见山王见水 记得住乡愁 你注意这句话我估计也是这影响下的 就您说他有土地 他是根 但是现在这些作家他不太知道 他莫言知道 你看莫言人家小时候也是在农村 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在他小说的第一句 这个句室 对 你能把这一句读一下 我记得在当年我们都是朗朗成颂 小说的第一句 一句就给砸了人了 就是说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 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 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就是所谓一句话里 三个时代过线未来 我的天哪 多年以后 强强三人行50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 都问他会回想到 他第一天做节目的时候 带着那个小百叶结 真是 真是 真是害俗 后来很多作家用这个句式 比方说红高粱 红高粱男主角土匪 他不就抢那个女的的轿子 手伸进去摸了他的脚 这个时候作家就跳出来 说这一摸就改变了鱼战敖 就这个土匪头子 后半生的命运 这个照说在写小说里是个大忌 就等于是一场比赛 你看到一半 我就告诉你 最后2比0 就是这个球决定胜负 这是很扫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把故事改变了 他把我们从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变成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说他 因为本来这个我们看球 你有一个实况跟重播 故事都是有一个你是按现行发展和事后回顾 他就把这个两个结合起来 后来刘恒的福西福西也是 这一男女在田里发出了那种欢叫 这个欢叫 后来想了几十年 那人们就一直知道他们不是一夜情 他们后来一生死就是这个爱情 就这种跳出来这个剧法 多年以后人们会发现 盖西亚马尔克斯当初进入中国的情况 对 就是创造话语 创造语言 其实我们小时候听故事都有一种潜移木化的所谓的宿命论 为什么都定了 比如说水不乱108将 32 36个天罡 72个地杀 包括红楼梦 对 他都有这种 从小就觉得定下来的 就叫做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他有一个天 对 但我们那个时候画本的时候是这样说 这也是何该有事 对吧 你进去了 但是他不会说 当第一次见到贾宝宜 见到林黛玉的时候 他不会马上说 多年以后 当宝玉进庙的什么什么什么 他不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 他这个文学史上有这样的人 你虽然说每年都凭诺贝尔 我就发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他这个怎么说呢 人跟人还是不一样 像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几乎是 我觉得属于最高档次的一级了 就是影响了 他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开辟新大陆 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作家 说实在话 诺贝尔奖得奖的很大 大部分都是欧洲作家 对 英语系的作家 他以后呢 有什么 但当初他是第一个 就是南美国家 一个小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你知道 这是很少 我当时感觉 给我们插上了幻想的翅膀 当然过去中国作家写小说也有幻想 但是他那个幻想 我就记得 比如说好像里边我都忘了情节了 好像忘了一个她的姑姑 还是什么农村妇女 晒衣服的时候 晒被单的时候 撑就飞走了 哎呀 这是他的那一种 这一下子 小孩生出猪尾巴 然后随随随 上校 小孩特别多 这些奇迹共的 他那个 其实幻想 哪个国家文学都有 我们的西游记 一大堆的幻想 但它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我们一旦有幻想的作品以后 就说它可以生一个鼻子了 它可以有个尾巴了 它可以一跳了 谁都魔幻 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往往只写一点小的东西的魔幻 而其他的周围东西都现实的 其实要说这个方法 我要说回来还是哈佛卡 最典型的这种写法就是变情节 你想想 那个它变成甲虫以后 它余下来的感觉都是人的感觉 你明白吗 人变成虫了以后 他在想我怎么上班呢 我衣服怎么穿呢 我下面的人是怎么样 照我说你变成虫 牛魔王 我们铁扇公鼠 你就不想这些问题了 他一定要把一个魔幻的因素放回到现实的环境里 这样现实就更加现实 这个对中国作家启发很大 你像我们搞社会学的 我们一般不喜欢看小说 连续剧 对我们认为就是瞎编 因为我们认为最有 我们认为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 就是马格图文那句话 说现实发生的事是最有魅力的 为什么 它不用考虑合不合逻辑 你编一个故事 你得考虑合不合逻辑 最有名的就是911 两架飞机撞的士帽 400多米100多层 一家伙撞它那黄金分隔点 上边大概是40 完了几分钟烧化 用40%压垮60% 包括地下室7层 当时设计师都是鼎翼的设计师 他没想到 911你要是不是真的 而是小说 人家就会说这小说不可信 魔幻现实主义 但是真的里边还真的就这么魔幻 所以说 这是70年代的时候 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拍的 再看 这个是德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再看下边 这个他是跟 这是不是劳尔卡斯特罗 在一起 然后再 这是跟克林顿 跟克林顿 在下边 这就是说明星一般 他出现在哪 这就是这种 这种场面 这是去世了 这媒体堆在门前 这个我 我对他的这个生活细节 我还有个记忆 这个人每天 这个好像是说 喝40杯这个黑咖啡 就是就是 不是抽40只雪茄 抽40只雪茄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就就就就就就就写小说 他出了名以后 据说一年接全世界的邀请1000个以上 全世界邀请他 全世界邀请他 邀请他 一年就得1000多个 这报纸介绍说他分说 那就是大盟人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魔幻现主他得有功底 对吧 你比如说你像莫言学他 写一个挖 莫言承认学他了 当然承认了 莫言说要早知道有他 他就知道小时候还能这么写 他就写百年孤独了 人家很谦虚也很幽默 所以说他写的挖 我看的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为什么 他有功底 功底就是计划生育 你想计划生育搞了这么些年 原来是两个正好 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突然间就一个好 两个就多了 然后就开始搞独生子女 然后就开始该留不留 我就八方切牛 该饮不饮 我抓就捆 通不通三分钟 再不通我就龙卷疯 我宁征十座坟不征一个人 一人超生全村皆渣 这都是中央那些还播的口号 后来中央下令把野蛮的口号刷掉 基本都刷掉 还没刷干净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那挖 为什么人民文学也给他拼了 对不对 他那挖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他的背景非常的深厚 所以现实有时候比文学还魔幻 没错 所以今天很多人看 用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 再看今天中国的现实 真是比文学还要魔幻 没错 魔幻现实主义 就是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 就是中国的现实本身 对 是吧 这个太魔幻了 但是从作家来讲 他还有两点 使得中国作家非常羡慕的 第一点就是 他这个《百年孤独》这么难读 他一点不是通俗小说 全世界需要三千万册 就是这是很少有的 有很多作品 比方 William Faulkner James Joyce 那是非常好 Proust 但是他的销量都不大的 那时候大学里面 他是全世界销的 今天在中国作家都知道 只有郭敬明 金庸才销得多 很多好作家就是说 这个叫好不叫做 对不对 已经都干于这么一个情况 可惜《百年孤独》提供了一个范本 第二 很多都说作家要做得好 就要本分 就写作 可是他不是 他是左翼革命家 是吗 对 你看他跟卡斯特罗交朋友 他尖锐地批判南美的很多政权 他对阿联德就是皮诺切特 一生跟他做斗争 他自己认为他的政治体的作用非常之大 你看他跟很多政界人士 他一生坚持他的左翼的观点 这个跟今天很多作家就非常羡慕 就觉得怎么能够作品写到这么受欢迎 又这么好的纯艺术 但本身又能坚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用我们今天讲 他是一个最大的公众知识分子 公知 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表态 所以说这点真是很多中国作家非常羡慕的 所以说他百年孤独据说在中国也卖了200万 你在中国也卖了200万 你不是说全世界达到3000万 中国都200万你想了多吗 这是80年代 这就是党次的问题 你看现在很多作家市场化 是吧 过分的工业化 完了要吸引眼球 他也不管什么眼球 反正能赚钱就行 是吧 美的大眼睛 可以 贼民俗言 咱也信 咱要一个俩熟 所以他档次低 我觉得现在 现在应该说就是闷声发大财 对不对 你像什么小时代什么的 但对于我们那代人都是格格不入 这都是什么档次等等 居然还要拍电影 这么好的题材 年纪也是偏见 也不是偏见 我觉得应该说是时代的烙印 这叫代沟 今天的读书人他已经把这两个放弃了 就是说你要么想小时代这种 那我就不写 那我就清高 政治的东西 我惹不起 我没有话语权 我躲得起 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一批 刚才我讲的中国这批一流作家 现在都在往后退 所以他们预期白白羡慕 我们不如看一点实力 中国最接近百年过度的作品 是陈忠实的白鲁园 他是几个家族 好几代 国共日本一直到文革 中间还有魔幻因素 有一个老头子好像不老的 每次都能遇见事情的 连文革都能遇见到 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 可是你想想他的小说也不错 也得了矛盾 可是你看看他后来拍成电影的所有的境遇 对不对 整个电影斩掉了 到了1930年以后都不能写了 中间的国共复杂关系都不让讨论了 就是说 当然了 我不是说白鹿园就像百年过度那么好 但是他在格局上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对 但是给人砍的不像话了 砍的不像话 就是咱要弄这个也是支离破碎 也成了这个魔幻现实 所以你也不能对说还是个互动 就是你不能完全说这作家 你不是小时太 人家就骗了大钱了 骗了大钱 那当然了 他骗80后90后还不容易 最近苏东在我们学校演讲就讲 小时太是个多么好的名字 对 人家也没想大 可惜 这样用 人家这个名字是千许己任 我没大 我就说我们那小圈子怎么了 多洋性 差异是宝贵财富吗 你不许说我们 人家还是有自知名的 但是他一切的一切就是骗钱 有了钱了 我就是大爷 你们就爱怎么说怎么说 你们是吃不着葡萄 干什么葡萄酸的 他们的心态就是这个 叫闷声发大财 知道 发大财了 奢侈 腐败 高档消费 悬要是消费 对不对 你像本京的汽车一台 他得到几枪了 在原来的老一代人里头 有钱都不能这么花 为什么叫烧包 我就是烧包 怎么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整个社会的心态比较浮躁 比较应该说的严重叫溃败 就是烂掉了 所以说你现在能出墨炎就不错 但是墨炎人家也六七岁了吧 你等到将来 以后就是小时代的天下了 对 很可能 那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些时候 这个某种写法可以叫一语点醒梦中人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就好比方小刚就讲 是比如说王硕 因为王硕应该是首先创造了这么一种写法 这么一种语言 但是你看方小刚他看了之后都觉得 这东西我也能写 你明白吗 有些体验都在甚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说这个开天辟地 哎 这个东西能够入文 或者能够小说能够这么写 包括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模范先生主义 你也会发现的 他也不是胡乱这个什么独创的对吧 而是人类的某种共同体验 因为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学的拙劣 但是你只要看得几行 马上啊 你能跟着走 你思想里你能跟着走 严格说来我都不想 用学这个字 我觉得作家之间是互相受启发 哎 就是一种话语 当然中国作家写的是自己的事情 那这个爱是爱在瘟疫蔓延时啊 不我不敢说啊 这个一说不就剧透了吗 没事 你说 这一男的爱上那个女的 爱了50年了 这个那个你 后来他们50年后等到那个女的的老公去世啊 他们最后爱情还在一起 那个隐喻就是爱情跟疾病一样啊 折磨人 但是它是一种尊严 可是50年里边啊 我跟你讲妙得很 这个女的呢 就是跟一个有钱的医生啊 丈夫啊 过得很优越的生活 这个男的说呢 我不能得到她 我就要纯洁的活着 怎么纯洁法呢 天天换不同的女的 最后换了两百六十几个 每个都寄本子 但是他一次就说我爱的只有那一个 旁边的人一个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 他说什么都没耽误 什么都没耽误 但最后这个隐喻很精彩 那个船长就说有瘟疫在 那个两个老夫妻就这么爱情 背后的主题就是爱情是一种疾病 我记得 有尊严的疾病 我记得 周老师像您这研究社会学的 这玩意儿您也感兴趣了 不是 我们也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学现象 您觉得文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吗 没有 就跟有人问艾斯散事 说你研究现实论有什么用 艾斯散事说我高兴 老用功力的去问 那就 song goes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有天才乐异 我就高兴了 像个人就被写了